看哪套 是迷創井空那套 他說他不知道 自自道不須找數 《Last Christmas》是我接觸這隊Bang的第一首歌 口語化的歌詞 《抵死又貼地》的歌曲會令你忍不住唱一份 我想大家對他們的認識應該是2017年創作的長相絲首 今天帶大家認識這隊熱血抵死的香港樂隊 今次首先介紹樂隊成員給大家認識 恆仔是樂隊主音 電結他手 他在香港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畢業 但一開始因為Portfolio不夠 所以就讀了一年理工大學 其實目標是那裡的音樂會社 希望可以儲多些Portfolio 接著就認識了三個廢柴組成Tonic 大家可能在劇集或者電影見過他 除了唱歌之外他還有做演員、導演、餐廳老闆 真是百足那麼多罩 曉龜是電結他手、keyboard手 他本身在理工大學讀Chemistry Technology 接著就轉讀Fashion 用了七年時間完成他的大學生涯 期間他還在通理琴行做Cells 上班時就用空閒時間寫了很多歌 夾了Tonic這隊樂隊之後 他還有做音樂相關的工作 好像是一些廣告配樂 Ryan是低音結他手 他在理工大學讀醫療化驗 出Placement那時去過醫院做醫療化驗師 做了一陣子覺得這份工作很黑板 不是很適合自己的性格 所以就決定加入Tonic一起玩音樂 神希就是鼓手、雪唱主音 他原本在理工大學讀數學 接著就轉讀Fashion 畢業之後做了四年相關的工作 最後都是全心全意投入這隊樂隊 他這兩年還擔任雪唱主音 而一年出了自己solo的排台歌 有興趣的聽了他點Rap 今次帶大家跳回去2006年 當時他們四個加入了音樂會社 很多時上學都有天地堂 有空就下去音樂會社彈一下結他打一下鼓 很多人都在裡面認識朋友 做回樂隊 他們互相知道大家都喜歡玩音樂 不過就只是Hi by friend 直到有一次恆仔在五月天演唱會幫忙 剛巧遇到站在第一排看演唱會的小龜 完結後大家都很興奮 恆仔就跟小龜說 不如我們試試夾對樂隊吧 然後小龜就找了神希 和小他們一屆的Ryan 大家都很喜歡聽Sun41 Low FX這些pop punk樂隊 所以就決定試試一起夾band 2006年 正式成團 一開始他們沒想過叫什麼名字 直到樂隊要去live 要出show才想回樂隊名字 開始他們都是去神希位於屯門的band房 夾完band之後 邊吃大排檔邊想出來的 TONIC 代表一首歌的主音 很多時一首歌的開頭和結尾都是用主音 NICK 就是記低刻畫低一些東西 將兩個字合起來 Tonic的意思就是用音樂去刻畫低一些東西 小龜說很多時創作音樂的靈感 都是來自他們日常生活 用音樂記錄他們身邊經歷的大小事 或者將相信的信念分享給大家 就是樂隊成立的原因 2007年 TONIC參加TVB舉辦的UMC音樂節 獲得總冠軍和最佳創意獎 評判之一的監製赵真希覺得 這隊band作風那麼活該 可能會為樂壇帶來一些新聲音 所以就跟TONIC簽約 成為旗下樂隊 樂隊剛剛開始就設一些短的目標 由Cover別人的歌開始 再慢慢創作自己的作品 無論大小的Show都會出席 好像是Pro War、Pro Bar 以及工廠大廈的Live House 自己給居馬費、自己搬家餐 剛剛組成樂隊的時候 四個都要靠另外的工作 去支持他們夾band這個興趣 之後他們就夾錢 在不同的天台建立自己的band房 斬下眼就來到10年 樂隊累積了不少演出經驗 創作了一堆歌是圍繞著樂隊夾band 又或者生活上的大小事 也好在有趙真希的出錢出力 推出他們第一張大碟 Let's Go 裡面全部都是口語化的廣東歌 聽回那陣的歌 你會感受到他們的一份熱血 又一份搞笑 也在蒲巴舉行了樂隊首個大碟發佈音樂會 按照樂隊慣例 每推出一隻碟就會有一個音樂會 之後的幾年他們推出了兩隻大碟 2011年在九展舉行Round 2專輯發佈會 以及Tonic 發你個夢音樂祭2011 2013年樂隊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 709 394 Production 之後就在同一個地方舉行 Free 專輯發佈會 以及Tonic Free Life 2013 好像是三腹屁 我不能忘記你 水滾茶靚 異相等等的歌 記錄低年輕的那一份疑血 衝勁 幽默 造就Tonic 口語化 題材第四的樂隊風格 2015年樂隊再自組唱片公司Mars Music 還在九月麥花審場館舉行 Tonic Go For It Live 2015 今次的Live雖然沒有出典 但就表演了他們開始創作的慢歌 例如一首歌《橙》 感覺到他們開始在高能量快歌以外 尋找樂隊其他風格 2017年 恆仔撿到的電影《舊薑青道夫》需要一首主題曲 所以就跟樂隊創作《長相思手》 推出的時候很多人都想 咦?Tonic 是不是想著轉型呢? 恆仔就說首歌為樂隊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因為這首是電影主題曲 創作意念並不是來自樂隊 而是要配合整個電影故事 所以誕生了這首那麼浪漫和感動的情歌 要是不獲獎 一拿就拿了冠軍歌 長相思手為樂隊帶來第一首冠軍歌 還要是兩台冠軍歌 更加在年尾環數很多獎項 例如專業推介《斥渣十大》第五位 以及《斥渣樂壇我最喜愛歌曲大獎》 這首歌就好像主流音樂市場的入場券 令更多人認識Tonic 這年有一首歌對Tonic來說很有意思 阿飛與阿基 無論你飛得多高或者跌得多低 只需要隨心 帶著信心向前走就已經足夠 有一次樂隊完show之後幫歌迷簽名 有個粉絲在他們面前哭出來 原來這首歌令他放棄了輕生的年頭 還做了社工 希望幫助其他處於低潮的人 這個經歷令樂隊多了一份使命感 Tonic創作的歌所傳遞的信念是可以令人有共鳴 甚至拯救到一條生命 這兩首歌的熱烈反應令Tonic走出了Comfort Zone 嘗試擴闊樂隊的風格 去到年尾樂隊舉辦一個3000人的演唱會 在九展Star Hall舉行Tonic不停站演唱會2017 無論是口語快歌還是動人慢歌 他們都一一表演滿足新舊樂迷的要求 這是他們一直以來很想開show的場地 終於可以舉辦一個比較大型的演出 剛剛開始只有四個人看show 直至踏上這個場館表演真的很感動 多謝所有買票入場支持的樂迷 相隔五年 樂隊在18年推出不停站這隻大碟 意思是在生活或者追求夢想的期間 總不會那麼一帆風順 遇到這些情況你可以慢下來休息 但不可以停下來 要繼續堅持 找一些新的方法繼續走下去 當中收錄了他們開始創作的幾首慢歌 是一張見證著Tonic風格開始逐漸多元化的大碟 這一年出了兩首挺有意思的歌 一首是小明小小明 創作靈感是樂隊經歷了17年突如其來的成功 新一年他們想提醒自己和告訴大家 Tonic的心態還是一個小朋友 有很多東西不懂想繼續學習 樂隊創作的每首歌都沒有任何計算 其實只是觸緊用音樂分享自己想法的初心 再用適當的編曲去配合首歌的題材 不會一直追求令首歌大熱的方程式 另一首《你好》 是電影《女王撞到正》的主題曲 這首歌的意念是來自電影 歡笑不可以永恆 關係不可以永恆 心跳都不可以永恆 要從錯節中得到勇氣 從學習中得到改變 就像這首歌一樣 Tonic繼續在音樂探索 跳出框框 嘗試不同新的事物 剛巧這首歌就配合他們在 2019年2月舉行的演唱會 麥花繩節成Tonic 2019 Life for more Concert 希望道場的觀眾玩得開心之餘 可以為他們停滯不前的生活 找一些靈感和勇氣 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ne 追求更廣闊的人生 Tonic還將這個show放了上youtube 大家記得去重溫一下 另外還派了另一首歌 《好想拯救地球》 送給所有能夠勇敢地改變世界 而不甘被世界一點一點地改變的人 填詞人能保無論將環保議題 戰亂傷亡都一一寫入歌詞 世界上不同地方都有人為家園而戰 他們都是一個普通人 很渺小的力量 但仍然捉緊信念 逐小逐小地地改變 開始的一點可能很細微 不過集合在一起就會有重大的改變 相信2019年的香港人 聽到這首歌會有很多共鳴 不必細分 極渺小的決心 香港離牌 細菌部會每條街 手指離牌 在20年年初就聽到一首這麼貼地的作品 《衰是個制度》 聽頭幾句歌詞就覺得 以前的Tonic回來了 地道的廣東話 抵死口語化的歌詞 都令大家想回創作 牆傷屍首之前的Tonic 這類型的歌的確好代表到它們 恆仔說其實Tonic一直都沒離開過 樂隊仍然捉緊 起碼我做過 和用音樂刻畫低生活的態度 創作所謂比較主流的慢歌 其實只是想將不同層面的Tonic表現給大家看 樂隊的每首歌 都是每位成員 消化員故中想法 再創作給大家聽的Tonic作品 一隊這麼易血的樂隊 怎會不喜歡病發 推出一個集合幾套動漫元素 合力對抗敵人的故事 鬼滅之人 由動漫養大的他們有一天想 如果不同動漫角色就合在一起 共同對抗一個敵人 故事究竟會是怎樣 藉著這首歌帶出 無論動漫中的主角有多厲害 都不可以獨自打敗敵人 團隊合作極強大 才可以令你打敗一關由一關的敵人 整首歌都是我們平時聽開日式動漫OP的風格 總會勾起你心裡面的易血 填詞人Oscar 還將某些動漫用語寫入歌詞 大家可以邊聽歌 邊找下究竟有幾套動漫角色在首歌裡面 樂隊還跟麗英 創作了一個日文版的鬼滅之日 大家聽聽他們唱日文歌唱成怎樣 By the way 動漫MV都好正 很簡單的畫方就已經將整個故事表達出來 一口氣 結束樂隊在20年創作的肺炎三部曲 Ryan說這首歌其實有個雙重意思 一口氣可以解釋為大家忍著一口氣 大過20年的疫情 也可以理解為 寄望當疫情完結之後 我們可以脫下口罩敷出一口氣 首歌在編曲上怎樣呈現現實中傷感 又期盼未來的感覺令他們花了不少功夫 20年年尾 樂隊跟周國賢共同創作《時間的初衷》 是恆仔自己執導的電影《一秒拳王》的主題曲 周國賢的參與令到整首歌的編曲豐富了很多 想不到他們兩個聲音多合得 對唱那一部分令人聽得很舒服 就好像一隊友雙注音的湯麗 在年尾派成績表的時候 樂隊就拿到新城敬爆頒獎典禮 2020敬爆樂隊 以及第四十三屆十大中文金曲樂隊同獎 2021年樂隊創作的離散罪令我印象最深 恆仔和小龜出席完一個桑禮之後 大家都很感觸 小龜用了一程車的時間 將這首歌寫出來 大家總會面對離別這個課題 有分隔兩地 有身為死別 樂隊想帶出一個信息 每一次相遇都是離別的開始 每一次分開都是重逢的罪章 離山是無常 在序是信念 希望這首歌帶著一股靜能量 陪伴身處於離別困苦的大家 7月3日4日 樂隊在StarHall舉行 Here and Now Tonic Live 2021 主題是我們應該用一個什麼心態去面對現在這一刻 這個地方 透過每首記錄樂樂隊日常生活的歌 令樂迷體驗 當樂隊面對困難 障礙那時的態度和心情 有熱血 有傷感 有盼望 當身處很困難的環境 或者陷入很迷惘的情緒 大家都會很容易忘記 值得我們珍惜 又或者擁抱的事 寄望大家 不要只是遠色失去了什麼 要注重此時此刻 在困難當中堅守自己崗位 健康平安地繼續向目標進發 樂隊還出了一隻黑膠碟 Here and Now Tonic Selection 重點是有四隻重新錄製的舊歌 將他們當時沒有能力投放資源的歌曲 利用現在的器材重新灌錄 將樂隊心目中想呈現的聲音 重新送給樂迷 在年尾 樂隊連續第二年領導 新城敬爆頒獎典禮 2021敬爆樂隊 和2020年True Cup推介榜 年度推介 True Cup 年度樂隊同獎 黃劇開上聲鼠連勇 再見子同藥 新一年的年頭就聽到一首這麼傷感的歌 上年演唱會完結之後 樂隊都有種患得患失的感覺 有一晚恆仔隨口作了幾句歌詞 樂隊就開始創作 原先的demo真的好set 但是由中雪填了第一份詞之後 樂隊決定重新編曲 不希望在2022年年頭就發放這麼多負能量 用了Brass和比較upbeat shuffle的編曲 加上填詞人中雪的女聲伴唱 令到整首歌比較溫暖 聚述為自己療傷 放下一種痛的旅程 換物喪偶 小龜說創作意念是來自愛與和平 向伴侶沙嬰之餘又坦白男人的內心世界 再尋找林日希填填了這份這麼貼切的口語化歌詞 創作這首愛與和平 著重兩性關係溝通的情歌 由Punkwork開頭去到中間感性的VO獨白 Ryan再用Synthetizer加入電音的元素 為樂迷帶來Tonic的新聲音 絕對是為我們男人發聲的作品 祝願世界和平 恆仔覺得當你退後來看 並不單止是一首歌 而是一個歌手一對樂隊的生命 一路創作其實是一個整體 也會隨著時間有所轉變 最重要是將它記錄下來 正如樂隊主題曲的歌詞 《起碼我做過》 Tonic抱著一個做了可能會更好的心態去創作 就算結果微如理想都起碼我做過 樂隊的作品基本上沒有什麼長遠的計劃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只是將樂隊當刻的感覺記錄下 利用他們對音樂的認識和樂器編曲的養分 去豐富整個主題 創作一首又一首貼地的作品 Tonic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如果資料上有什麼出錯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大家對這對樂隊的感受 又或者想聽哪對樂隊的介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大家聊聊 趁著越來越多人關注廣東歌 我們不妨討論交流多些 令到這個樂壇越來越熱鬧 拜拜 拜拜 拜拜